南非肯德基求婚 情侣被嘲讽穷酸 国际品牌大方赞助婚礼 要办一场婚礼往往需要砸大钱 但这一对新婚夫妇却格外的幸运 因为大家都想赞助他们的婚礼 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事情的起因是南非男子Boot Hector 在肯德基餐厅向女友求婚 南非肯德基的推特账号 于是将这段浪漫的影片分享上了网络 并邀请推特网民找出这对情侣的身份 这则贴文随后累积了两万四千个赞 主题标签肯德基求婚 也成了社群媒体爆红的话题 然而却有一位记者在推特上发文嘲笑他们 南非人真穷酸 居然在肯德基求婚 真没隔掉 谁会想在肯德基求婚啊 这则贴文被疯狂转贴 进而引起了许多大企业的注意 因此许多公司都主动提出赞助他们的梦幻婚礼 包括蜜月旅行和婚礼派对等 一位非洲音乐人Zyx Bandwini 也在推特上自告奋勇 要为他们的婚礼免费配乐 结果甚至汽车公司奥迪 都志愿赞助他们蜜月旅行的住宿 这股捐献热潮不断扩大 有人提供饮料 有人提供锅碗 还有运动衣等 包括Puma 可口可乐 华为等大品牌都大方地出手 这对夫妇甚至接收到了 南非标准银行的赞助 银行捐给他们30万兰特 约合新台币2万元的款项 这对南非最受人爱戴的夫妇 于是在Sweden Life网站上发布讯息 谢谢南非 你们的慷慨大方 实在温暖了我们的心